快练了 Android Talk 我把这个提供给大家 大家下来好好去看一下 那么包括我们这个构建 我们把它的物理化的时候 都没有放在一个Android Project里面 对不对 放在三个 我们来看一下Market的结构图 Google Market在设计的时候 这是它的一个结构图 那么这个结构图 画的不漂亮 我画的非常不好 大家下来把它转换成我们的设计举认 看看能不能转换出来 这是它的一个实构图 这是一个实构图说白了 的变种 这是Google网站 通过Google网站 得到它这些账号 Account 然后 它的Client Google专门有一个Android Client的交互网站 包括下载和提供一个provider App的视图 这个图画的不好 其实它的Market 我不知道在网上能不能找到它的Market的框架层次图 如果能找到的话 大家去看一下 以后也都可以去找一些记忆图来看一下 也是在Google的一个博客上都找的 我是在一个博客上找的 而且这个架构好像后来被推翻了 你看吧 它没划成矩阵 所以被推翻了 开玩笑 是因为它后来好像满足不了那个日益扩展的这个压力需要 被推翻了 好 当然这个推翻也是基于升级的 这个过程 最后问大家几个问题 架构设计 不应该编写代码吗 很多人说 我做架构设计师不该编码吗 我们做架构设计就是把那个图画好就行了吗 是不是这样子 是吗 大家都认为这样子 但我会告诉你实际不然 我在架构设计的时候 我把图画好就行了吗 但是 你这个云引擎按照你的想法去设计 比方你用了一比较复杂的一个模式 它真的能起到这个作用吗 有的时候 我们把最核心的那块 我们架构师其实是要去编码去测试的 就 而且 第一 说白了就是什么呢 我们有两个地方 为什么要编码 第一 是 技术最核心点 最难点 你跟别人解释 你还不如你自己去实现 明白我意思吧 第二 你用的模式 不简单 不验证 不确定 行得通 对不对 有的时候 你比方说你要设计 你以后你下来你写个安卓程序 你这个安卓程序 你只用了一个activity 界面 整个界面 包括业务 全部是动态加载 可以实现 对吧 但是你不编码 你怎么知道行不行得通呢 对不对 所以你肯定要编码去测试 对不对 至少你要跑 基本的跑一下 你才说OK 没问题 然后 你要做的最后 你就把那个activity实现就行了 其他人只需要写activity之外的 那一个一个的类就行了 对不对 所以 就这样子 所以那又是一个技术最核心点 又是什么呢 又是你不验证 你不确定的地方 所以一定要编码 而且 一个架构计师不会编码 不是一个好的架构计师 架构计师 就应该是技术牛人 团队里面的技术牛人 既然需求困难 不管三七二十一 先设计的再说 对呀 所以一定要搞清楚需求 一定要仔细研读需求 列出我们的设计需求三轴线 你看没有 我们所以设计之前的这个需求 也多么的重要 把模式都用上了 才是好架构吗 有的人来验证 说 哎 分明 你这个系统写的太烂了 一个架构模式 一个设计模式都没用 使用高效 结构清晰 对 满足需求 就是好架构 千万不要为模式论 不要为模式论 记住这一点 有的人不然 到时候大家想起来 我用了三轴结构了 我还没用MVC呢 MVC再用一下 非要套一下 没必要 好 那么这个课程 给大家演练的比较少 内容有点多 所以演练不太来得及 那么一个演练也不够 所以我打算 实际上我们这个 单纯的这样子 也还是不够的 大家主要是来 要消化我们的 这里面的几个 每一个概念 包括什么呢 包括我们的需求 设计需求 包括我们的三轴线模型 和高低两种层次 两种模式 以及我们的四要素 以及我们的四要素 那五原则 我简单解释了一下 直接记不住就算了 反正就知道 要有逻辑 要有物理实现 那么 根据这个四要素 其中 很大一个 就是建立我们的设计矩阵 并且细换我们的设计矩阵 然后数据持久 以及我们的界面设计 所以把这些内容 好好消化一下 并且应用到我们后面 例子 第二个项目 我们就会围绕这个来走 所以在第二个项目 我会手把手的来教大家 那么这次 我就不给大家做 很详细的这个演练了 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 我们学过的这些内容 掌握 基本上 有没有需求到设计的过度 就是在后面提到的 下来大家好好好的下来 去试一下 每一个都给大家讲的话 光设计这个课程 我可能要讲很久 可能要讲很久 而且还讲不完 因为设计确确实实是一本 读不完的书 那么了解MVC和三层架构 讲过了 包不是对一对应的 需求阶段到设计 但是有关联 资源 从需求到设计的一个转换 还有我们什么是设计矩阵 下来 大家就按照我今天说的这种方式 用UML 但你们不用去设计UI了 一般情况下 而且我们UI的设计 是不是也来源于 我们前面的这个 基本原型需求 所以 结合着 我们今天讲的内容 拿你们的系统 甚至于我们之前 小马讲的那个系统 来演练一下我们的一个设计 包括价格设计 和部分的详细设计 OK 那我们今天的内容 基本上就讲到这里 至此我们的主体课程 第四阶段课程 就告一段落 那么一月份之后 我会减缓我们的课程更新速度 这个之前也给大家讲过了 而且减缓的更新速度 我相信我给大家讲的课 会讲得更好 因为现在确实 我自己也讲了三个月 也讲感觉有点疲惫了 那么而且很多人没有跟上 所以一月份之后 我会减缓更新速度 好 那么 这个阶段我们就讲到这里 有什么 就是大家在QQ上跟我沟通 我们下注 我们下注 这个阶段